好了 现在我用这个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 来示范这个神属性讲道法 这个经文讲什么呢 若有人用金银把学场务和街 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玉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化现 这火要实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成得住 他就要受得赏赐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会赏 自己却要得救 虽然得救 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这个经文讲到什么呢 就是前文讲到这个根基就是基督 我们在这个基督 保罗立了这个根基 这个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都在上面建造 然后我们每个人的工程 现在我去解释这个经文 必然显露出来 有些人是用金银宝石 草木佛界 问题是这个金银宝石 草木佛界是代表什么呢 是不是代表这个 侍奉很大的规模 很多信仰数 就是金银宝石了 去看什么数字了 什么是金银宝石 什么是草木佛界 这个需要细想的 我从圣经看到是这样的 标准是什么呢 很简单的 标准是什么 神的话的标准就是了 圣经说 侍奉应该是怎么样 圣经说了很多标准的 谦卑呢 荣耀神是一方面很重要的 荣耀神的不是荣耀人的 不是叫人尊重 是荣耀神的 也是帮助人尊重神的 是按照神的方法 不是用随意的解释圣经 是用圣经的方法 解释圣经的教导 有爱心的 有关心的 所以 刚才我听到 有些教会没有爱心 好像爱心这样东西 圣经里很清楚说的 这个 比起相爱 众人就认识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这个是很基本的 圣经所说的 基督徒如果没有爱心 人住在死里面 如果没有爱心 人住在死里面 而且他们觉得这是正常 这个怎么会正常呢 没有爱心 怎么会去正常 这个是不正常的情况的 所以 金银宝学就是 根据圣经 用圣经的方法 是不是 用神的方法 用神的吩咐 根据神的吩咐 是侍奉神 有爱心 有谦卑 有荣耀神的 去关心人的 帮助人的 帮助人去跟从神 不但去跟 不但去帮助人的 各方面的 最重要 帮助他们信主 跟从神 这个去 金银宝学 因为有些 照会的事物是怎么样了 他们聚集一群人 一起吃吃喝喝 他们说 我们一起聚集 很多人聚集了 但他们没有跟从圣经 没有教导圣经的话 不须金银宝学 那 产物和解是什么 就是相反的 没有用神的方法 跟从人的方法 好了 这个工程 在根据上建造 然后 必然 必然显露 其实我们看到 每一个终点字 都要解释了 显露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 坐在这里 每个人的心里面 想什么 我看不到 因为我不去神 但神看到 神看到之后 将来怎么样了 将你心里所想 都显露出来 所以如果有个基督徒 看到美女 就常常都思想美女了 神就将他这个心 显露出来 每个人都看到了 全世界都看到了 他所想的 都是美女 钱啊 权力啊 想的什么 做什么 他做的到底是为了神 为了人 帮助人 还是为了自己呢 都要显露 所以我们就明白 保罗也说 我们使主好像一台气 显露在人面前 在天使和世人面前 所有我们所做的 有一天都要显露 在所有的天使 世人面前 都看到我们的一生人 我告诉你 我在圣灵充满之前 的确在这方面 很多亏欠 很多时候 就是没有想到 好像不明白 没有想到 我所做的 都要显露 有些做了事情 我都现在 我觉得是真的很亏欠 但我今天 圣灵充满之后 圣灵就 开始 我的心 我就明白 我所做的 有一天都要显露 出来 我就真的不敢犯罪了 这个是一种警告 是警告 不敢犯罪 有一天要显露 出来的 所有你细想的 你到底在教会里面 细想 有些人可能在教会里面 一边戏风 一边戏死 什么了 这个人真讨厌 他的态度不好 不喜欢他的态度 他的态度不好 是他的问题 但我们讨厌他 就有问题了 然后在教会里面 就想 圆到底 是不是 尊重我 看中我 好像圆不尊重他 他就觉得 很大的事情 就是看中自己了 这个显露出来 然后那日子 要将他 表明出来了 表明出来 然后有火 发现 当然这个不是普通的火 因为我们的行为 也不是物质 我们的行为 不是物质 我们吃风是一种 在灵里面的工作 然后这种火 灵里面的火 就试验了 就笑了 你就看 我们排队了 我们审判手排队了 你看看前面 几个人 他们所做的 放在这个 显露出来 然后这个火出现 一笑 哇 圣杀很小 你想一想 你最后一看到 释放人 他们的 释放 显露出来 他们的释放 去金银宝 去草木和戒 如果他们做的 都是为了自己 为了荣耀自己 这个火 释验的时候 马上就笑了 大部分的 剩下 些少 你就说 轮到我的时候 会怎么样了 就很怕了 轮到我的时候 是怎么样 我希望我们 今天想到 我们就今天 努力 衷心了 因为不能 逃避神的眼目 没有人能够 逃避神的眼目 每样事情 都要 显露出来 都要释验 这个誓宴 就看到你的真心 真心的 这一杯凉水 给一个小姐 都不能不得赏赐 耶稣说的 但不是真心 做的话 为了 荣耀自己的话 就要 笑了 然后这个 工程 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赏赐 这个非常美好了 这个赏赐 做工的果效 也随着 他们这个 起序路 所说的 他们吸了自己的 劳苦 做工的果效 也随着他们 这个非常美好的 而且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 讲到 复活的身体 是怎么样 这个经文 我看的时候 很有兴趣 到底我们复活的时候 是怎么样 保罗就说 地上的形体 有地上的形体 有天上的形体 地上的形体 有地上的荣光 天上的形体 有天上的荣光 然后他说 日有日的荣光 月有月的荣光 信有信的荣光 这信的荣光 跟那信的荣光 也有分别 我们复活 也是这样 这个经文 我很有兴趣 因为我是 我读神学的时候 我的主要 修的课目 就是 续经学 我看得进来 什么话 我都很留意的 去看的 这个 我们复活 也是这样啊 就是说 有些人是好像 日的荣光 有些人是 月的荣光 有些人是 心的荣光 有些人是 很光的心 有些人是 很小的心 但有些人说 你是大光 我是小光 没有问题 你是大光 你就大光 我是小光 但在 出埃及记 上学上章 摩西求 见神的荣耀 这个经文 很奇妙的 其实我读圣经的时候 我都留意 每一个记忆 他就求神说 我求见神的荣耀 求你将你的荣耀 显给我看 这个摩西 真的很恐怖神啊 我要看一看 你的荣耀 神的得安是什么呢 你不能看到 我前面的荣光 你可以看到 我后面的荣光 我经过的时候 用手 你在一个 这个地方 可以藏你的身体 然后我走过的时候 用手挡住你 然后我走过之后 你看到我后面的荣光 但神回答的时候 第一句话说什么呢 我要将我的恩慈 在你面前经过 我要将我的恩慈 所以讲到什么呢 神的荣耀 是充满恩慈的 充满爱的 充满怜悯 充满神的各方面的恩典 祂的喜乐 祂的平安 都充满的 所以那些人有 日的荣光 在天堂的时候 他们会有极大的恩典 极大的爱 极大的喜乐 充满他的心 每一秒钟 哇 极大的爱 极大的爱 很大的爱 很大的感动 其实每个在天堂 都会感受神的恩慈 但有些人是极大的 好像日 有些人是很微小的心 他们有经历神的爱 但跟这个人所经历的 是很大的分别 而且有一点很重要 是永远可不可以再改变 因为我们的审判 是根据我们今生所做的事情 以后所做的没有分别 所以根据我们在世界上 所做的什么事情 将来就有什么的赏赐 有什么的荣光 所以我看这个经文 我看到这个赏赐 一部分是这个荣光 一部分就是这个恩慈 神的恩慈 要停留在身上 这个荣光和恩慈 是非常美好的 因为永远在这种爱里面 在1998年 当这个护照教会 我按手 我经历很大的爱 充满我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我负了很长的时间 我不知道可以这样 经历神的爱 我就很渴慕 我就用很多的时间 进进神 我就发觉能够 越来越进入神的存在 所以我很渴慕在天堂 我很渴慕去到天堂 我很渴慕 能够更在神的荣耀 神的爱之中 然后 这个就是我们的赏赐了 或者是还有其他的 圣经也说到 这个公义的冠冕 圣经也说到 我们都得到神的赏赐 这个就是 火誓验之后 进一把 谁就得到这个赏赐 但有些人 他们的工程被烧了 他们可能很努力 世奉很努力 做很多事情 帮助很多人 但是为了自己的荣耀 我的教会 要比其他的教会更大 我要带领更多人 进我的教堂 我要做什么美食 这个教堂里面 有多少钱 我要建造什么教堂 都是为了自己的荣耀 如果他的内心 神看到 我们没有看到 有些人建造大教堂 未必代表他是骄傲 他可以去 就是谦卑爱神 有些人建立小的教会 也可以去骄傲 所以这个 我们不能分辨 他知道 他自己知道 到底他做的时候 是用什么心态 你们也会知道 你做的时候 是什么心态 你侍奉了手 是不是荣耀神 还是我要改变人 这个没有错 但圣灵说的 我们最重要是荣耀神 是宣然神的美德 我们是用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是我们的作为 我们是荣耀神 我们的师父是荣耀神 荣耀神的时候 人会改变 你但是叫他改变 他未必改变 你就好像一个妈妈 啰啰嗦嗦嗦嗦嗦嗦嗦 你要听到 你要尊重 你要祷告 你要尊重 你要什么 都是好像 告诉人要做什么 然后我们尊重神的话 我们就永远得赏赐 永远存留 永远 没有行为 没有好行为 都存留 非常美好 是不是 但如果都少了 他 这个人 是得救 但 好像从火里进过一样 就是说 他是仅仅得救 仅仅得救 但有些人是不能得救的 因为圣经里面 的确有说 有人可以失去救恩的 耶稣在马太福音 24章讲到 那时必有许人跌倒 也要比起陷害 比起恨物 跌倒 本来他不是这样 后来他比起陷害 比起恨物 如果基督徒 如果基督徒会陷害 其他基督徒 代表他已经失去救恩了 是不是 如果有救恩 不会陷害 其他基督徒 但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 有些人就比起陷害 比起恨物 圣经也有很多经文 讲到 人会失去神的救恩的 但这个人 没有失去他的救恩 他仅仅得救 所以他在天上的时候 荣耀不是大 他的赏赐是极小的 但其实我告诉你 我失去的时候 不是想着赏赐的 我知道有赏赐 这个会鼓励我 但我主要不是为了赏赐的 我希望你们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有了神的心 我看到人就怜悯 我看到人就很想帮助他 他得福我就开心了 我不一定要想有多少赏赐 这样神更喜悦 但我不是这样想 为了更有多的赏赐 就是我欣赏神的赏赐 我喜欢神的赏赐 但我失望的时候 我最重要 就是我感谢神 神将他的心放在我里面 我就去想 我怎样去祝福人 我怎样看到人祝福 我就开心了 我就满足了 这个经文 其实我们小心的分析 就看到神很多的美善 我现在停一停了 其实 然后其实我才示范 怎样讲到 用这个 讲述神的美善 如果你们想到 刚才我已经讲了不少 神的美善的 你想一想 神的美善 神做了什么 让我们去 让我们去 圣燃神的美善 圣燃神的美德 你就写下来 这个需要去思想的 这个需要思想 你思想过了 你就能够 就能够更好的表达 我用一个比喻 然后洗的时候 就看看是不是和她的身体 洗好之后 穿在身上 她看到儿女穿在身上 很合身 她就很开心的 但这个儿女有多开心呢 可能有开心 但不是好像妈妈这样开心 她没有看到妈妈的过程 怎样做什么 各样的事情 她才有这个毛衣 她只是看到这个毛衣 就像妈妈 但妈妈经历很多 就好像妈妈生孩子 你知道在十月怀胎 你经历什么 你知道 这个非常的困难的 你要在这个时候 很小心你的身体 你很多方面都小心 你吃什么东西 每一方面 然后生的这个孩子 非常的痛 但你看到这个孩子出生 你就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喜乐 然后你就用心去照顾她 但这个孩子长大 不会记得 不会明白 你曾经为她做什么 我们就是这样的 我们就是没有看到 神到底为我们做什么 我们没有看到 父母为我们做很多事情 我们也没有看到 神为我们做很多事情 所以神喜悦 我们看到神的美善 要渲染神的美善 他的美德 神就喜悦 所以我们就思想了 我们有能力 神能将能力赐给我们 我们有这个赏赐 有能力侍奉 是神给我们这个能力 我们能够做的 有美善的工作 所做的是美善的神喜悦的 因为神在我里面做的工作 我才能够有 金银宝石的侍奉 为什么有金银宝石 因为神改变我的生命 才有美好的生命 才有能力 才有恩赐 然后我们的侍奉 才有果效 是神在一边工作 所以才有果效 然后神就赏赐 就想一想 神为我们做了什么 能够让我们有这个工程 也能够有这个赏赐 我们就更感激神 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 能够欣赏神 我是非常欣赏神的 我感谢神给我这个教导 我希望你们都 这样欣赏神的话 你就整个生命都非常的喜乐 很乐意的欣奉神 也享受神 感谢主 荣耀归于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